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口的疫情 彰化现这家养猪场上午进行全面大消毒 这个月9号这家养猪场确定23头猪感染口敌疫 同一社566头猪立刻全面扑杀 同一场5000多头猪不强施打疫苗 全面禁止移动还有贩售 今天我们来这里我们就是后续的那个监控跟防疫的工作 当然我们还是要呼应就是附近的随时有疫情都要通报 希望他们就是遵照我们的方式就加强这个消毒的工作 云林县这家小型养猪场也和彰化一样传出口敌疫情 疫情发生的更早 在这个月4号先发现8头猪有症状 隔天又有7头发病 整场68头猪全部扑杀 传出口敌疫情的两家养猪场检验出来的病毒都和12年前的病毒一样是O型病毒 显示环境中仍然有病毒残留 防检局也全面监控感染养猪户半径三公里内 目前没有其他疫情传出 感染猪肢也没有流入市场 民众不必太过恐慌 记者综合报道 口敌疫在线让养猪户心里一惊 就怕民众过度恐慌以后不敢吃猪肉了 好在今天在市场并没有出现这样的反应 而猪价也是维持平盘 没有异常波动 台中肉品市场内猪肢交易活络 毛猪价格维持在口敌疫情爆发前5000多元的平盘 成交量也没有太大波动 如果猪肢感染口敌疫 这里也是最后一道关卡 防疫所有两位兽医师 中央市场会有兽医师的检查师 在独宰过程中他都要检查 黄湖市场前猪肉摊摆出猪脚 让民众安心 还是有很多婆婆妈妈钱来采购 这一次的口敌疫 似乎没让人那么恐慌 你也因为口敌疫 不会啊 不会啊 对啊 就熟死啊 不过猪农们可没这么老神在在 回想86年口敌疫大流行 造成不少养猪户请假荡产 面对外界疑虑 养猪协会一开始还对猪农下封口令 而来自全国各地的养猪协会理事长们 齐聚在台中县共商对策 这在那里有到口敌疫的 政府扑杀完的一个保障金给他 这在那里不可能处理私宅 所以在这里向国家保障 口敌疫并非人畜共同疾病 这一次再度爆发疫情 养猪户们庆幸之少知道遗人在哪里 同委会和中央虚产协会也通订各地的肉品市场 未来猪肉价格如果崩盘 协调减产5%到10的到货量 民众如果怕买到问题猪肉 选购时检视猪脚部位 热水烫锅有黑色斑铁出现 可能就是感染口敌疫的病猪 记者黄强荣来自解鹏花群台中报道 两家养猪场爆发疫情 这显示国内的口敌疫病毒并没有完全消失 而事实上台湾目前正处在停打疫苗的拔针关键期 这也是走向非疫区的必经之路 农委会今天强调出现病毒很正常 只要疫情透明化就能够有效防堵 彰化云林地区证实猪脂感染口敌疫 问题之所以严重 是因为这次染病的并不是实验的哨兵猪 而是一般猪脂 也就是说口敌疫病毒存在猪场里面 不过农委会强调出现病毒很正常 农民绝对不能为了防堵病毒就去打疫苗 否则拔针的政策会功亏一篑 这一次的口敌疫病例的发生 实际上是在我们推动 逐步清除口敌疫里面 必然会发生的一个现象 台湾这条拔针路走得很漫长 12年前爆发口敌疫 从此防堵口敌疫就靠打疫苗 一直等了12年 农委会评估病毒应该慢慢消失了 才进行阶段性的拔针 学者评估这次出现疫情 离完全拔针至少还要再等两年 不过他却认为出现病毒并不可怕 要让疫情透明化才能有效防堵 疫情是一定要透明化 你不透明化的话 你要让整个养猪业者 整个社会大众知道 那配合你的政客才能够做到这个 这个什么 铺灭口敌疫的一个目标 把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旦成功 代表台湾的猪肉可以重新出口 创造高达300万美元的产值 也难怪农委会和猪农要彼此相挺 通过口提议这顽强病毒的考验 记者 邻居们 陈博玉 台北澳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